武则天在做了八年皇帝之后,将庐陵王李显从房州秘密接回到洛阳,九月,李显重新被立为太子,这一转折意味着什么?是武后眷恋远在僻壤的亲生骨肉吗? 十五年前,武则天废了中宗,将他幽闭于房州,李显被常奸威,美闻就始至,折惶恐欲自杀,现在却又将他接回来,重新立为皇太子,这不是简单的以母子之情所能够解释得了的,也不是什么是久而天理定,事过而善心生,作为一个为权力而追逐一生的成熟的政治家。 他这样做,是有着深刻的政治上的原因,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 武则天及唐命,改国号为周,按理说应该建立武士政权,当时立武士七庙于神都,追尊神皇父,赠太魏太元,王氏护为孝明皇帝,兄子文昌,左相成四为魏王,天官尚书,三四为梁王,唐之一宗等十二人为郡王,都已属于改朝换代后,建立武士新政权, 武则天的措施,然而让谁来充当自己的皇位继承人,武则天却一直拿不定主意,当时,在朝廷中主要存在着三派政治势力。 即以武成四,武三司为代表的诸武势力,以宰相敌人杰为代表的外朝雍唐势力,以及以张一支,张昌宗兄弟为代表的南宠内朝势力,这三派政治势力围绕着皇位继承权问题,展开了斗争。 武成四,武三司是武则天的内侄,他们在武则天窜堂称帝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随后又执掌朝政,权宠即胜。 因此,当武州政权建立之后,成四自为赐当为皇储,令奉阁社人张家福讽誉百姓抗表陈寝,结果碰了一个大钉子,古人迷信,认为人死后要变成鬼。 鬼还得有人祭祀,让鬼吃血腰的东西叫做血食,否则鬼饿起肚子来也不好受,但古人还认为只有亲儿子、亲孙子的祭祀,鬼才能享用。 例如武则天让自己的亲儿子继承做皇帝,那他就能以先笔的身份,名正言顺地进李家的太庙享用血食。 但是,如果让武家的内侄继承做皇帝,那么武则天作为皇帝的姑妈可进不了武家的太庙,他在死后就有不得血食做战鬼的危险。 武则天虽然有勇气做女皇帝,可仍然不得不考虑身后能否血食这类大问题。 正因为他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在隔堂维州时,将皇帝李诞降为皇明,喜居东宫,其居一笔皇太子,皇用居一笔皇太子,说明皇用并不等于皇太子,不能算是正式的皇位继承人,但在名号上仍安了这个有继承含义的集字,而且住进只有皇太子才能住的东宫。 这又说明还多少保有后补皇太子的资格,但如果将皇位传给了儿子,势必要复辟礼堂王朝,那么武则天费尽心力建立的武州王朝就将一世而亡,如果保持武州王朝,就得传位于武姓侄子。 可是将来他这个做姑姑姑奶奶的就没有权利享受宗庙穴时,因此武则天在这件事情上一直举气不定,大伤脑筋。 武则天虽然听从了李昭德的意见,放弃了改立武成四为皇太子的想法,但是李武两党之间的争夺并没有就此罢休,万岁通天元年以后,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是狄仁杰、姚崇、王极善等宝皇四派的领袖,先后败相,其次是张一之。 张昌宗兄弟继续怀疑之后,成为武则天的新男宠,并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势力。 武成四、武三四等人逐渐失势,只能依附于张昌宗兄弟,狄仁杰这时已有六十多岁了,现在狄仁杰又被召回朝廷为官,上朝之时,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有善政,但有人与害于你,你愿知道他的姓名吗? 狄仁杰回奏说,臣不愿知道。 请陛下不必相告。 臣若犯罪,甘愿会受罚。 若不曾犯罪,陛下一定明白,如此,于愿已足。 狄仁杰为相,对庐陵王李显的父位起了一定的作用。 张一之,张昌宗兄弟对于忠宗的父位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神宫元年,六百九十七年,太平公主把年少、美滋荣、善音律的张昌宗推荐给武则天, 随后,张昌宗又把他的哥哥张一之拉进宫里,二张入宫深得宠幸,偿妇朱粉,一锦荣。 张昌宗为千至散其常代,一只则为四位少卿,五三四,五成四,宗楚克,宗晋清等一般贵妻重臣都厚一只门庭,争执鞭配。 为一只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狼是当时的门生家奴,对其主的称呼,此时,急需与张一之,张昌宗皆为控贺间供奉,急需为人强干,击免,无后身以为父亲。 胜利二年,九十九年,升为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张氏,一日,急需见控贺府中只剩下张氏兄弟,便将这二人叫到身边, 郑重地说道,二位兄弟费宠如此,费以得业取之,在背后妾齿聚愿扎根的朝臣,绝非少数。 不利大功于天下,万一有事,将何以自权? 妾为功等优之。 急需的话正说出了两兄弟日夜思虑的事情,两人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慌忙求教于急需,急需从容说道,天下士数思堂久矣,面金庐灵赤于外,相亡幽闭。 皇上春秋已高,大业须有所托付,五姓诸王非所主义,功何不从容劝上立庐陵王以戏苍生之望? 如此,既可免货,又可长保富贵矣。 兄弟二人,边听边点头,感谢急需,此后,一有机会,张一之和张昌宗便劝皇帝召回庐陵王。 这里有一个问题还需要说明,朝臣之中无论是李昭德还是敌人杰,他们虽然都尖快反对船直,主张船子, 并劝武则天召还庐陵王李显,但都没有废皇寺李诞而立庐陵王李显之意司马光在自治通鉴考义中写道。 当时时,瑞宗为皇寺,若仁杰,请以庐陵王祭统,则是劝太后废立也。 此故未可信。 或者仁杰以庐陵母子至亲而要求防灵,劝赵还左右,则有之矣。 由于,盖太后宠信诸武,诸楚李氏,虽己子庐陵亦废喜防灵,故仁杰劝赵还左右,以强李氏,亦诸吾尔。 由此可见。 狄仁杰等人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诸武谋求皇储,以保证武则天传位于皇寺李诞, 而劝武则天召唤卢陵王只是为了强李氏,一诸无耳,只是在张一支,张昌宗等内朝势力出面参与皇位继承权之争以后,才最后促成费力的事实。 二张虽然也主张传子,反对传职,但他们的目的与狄仁杰等人的目的完全不同,因此他们又进一步提出了费黄寺而立卢陵王的主张。 因此,司马光分析道,张,极非能为唐赦金某也,欲求吉利尔。 若仁立皇寺,则已有和宫,故劝太后立卢陵为太子,而太后从之,然则欲召唤卢陵者,仁杰之至也,立为太子者,张,极之某也。 太子激烈 女皇的心里并未平静下来,她觉得事情并没有完结,说不定还孕育着危机,她担心儿子不会放过侄子,理,无两性难以和睦共处,因为他们的自身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莉莉就难以保五,说不定李显会用她对付李氏宗室那样的手段,把诸武诸杀殆尽,使朝廷重新笼罩在血的恐怖之中。 她当然不希望这样的局面出现,数十年来,她历经磨难,历尽艰辛,才有今日,岂能让楚魏之争将这一切毁于一旦。 她决心寻找一个万全之计,在她离开人世之前,将这场血的厮杀制止于魏蒙。 让儿子和侄子消除积怨,共安天下,太子李显不过挂了一个元帅名,并未出征,实际上由敌人杰代管元帅是,女皇亲自为他们送行,突厥莫绰在兆,定等州进行了疯狂的抢掠,大批的牲畜,财博和人口,被携网突厥。 而且,敌人杰十万大军到来时,突厥已逃归末北,敌人杰追之末及,敌人杰奉命安抚河北,禁止部下骚扰百姓,河北又归于安定,这次战事,尽管李显实际上并未参加,但已经在名义上被命为元帅,在朝野上下产生了影响,所以,对李显太子地位的巩固是有利的。 而且,这种事实,五三四等人也已经看到,多少会在心理上受到一点抑制,使其轻易不敢与太子争锋,这样,女皇总算是达到了目的,胜利二年征月,女皇又采取了一个行动,赐太子姓武,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自己的亲生儿子,堂堂的太子,居然改了姓氏,这件事,起码可以说明这样两点。 首先,女皇虽将李显立为太子,但并不想让她的政权性力,恢复李唐王朝的老样子,她要的是一个武士政权,要维护的是武家的天下,让李显改姓是要说明,她继承的并非是太宗,高宗的事业,而是武士女皇的事业,此外,似乎可以看作是弥合李,武两家仇怨,使儿子和侄子化为一体,连成仪器的措施,李家的太子,成了武家的继承人,武士子职就没有必要, 没有理由再进行处位之争,武,李两派势力便可相安无事了,但是,女皇并不放心,她想,传位给太子之后,李唐宗是掌权,定会大杀诸武,武士子职必难保全,为了地业长久,女皇不得不明思苦想地在谋心计,急需不顾她是女皇伯父武士一之孙,当着女皇的面盛气凌人地把武一宗驳斥得狼狈不堪。 女皇很不高兴,说,急需当着我的面,尚比拨我诺武,何况在平时呢?急需害怕了,额头上浸出汗水,盲跪地请罪,求女皇饶恕,女皇冷冷一笑,令她退下,朱武因急需依附于太子,不停地在女皇面前说她的坏话,急需终于被贬为眼穿县位,女皇费尽心机,企图稳妥地解决继承人问题, 但这个问题终究没有解决,留在使馆的铁券成了一件并无实际价值的政务,她没有决定未来,也不可能决定未来。